《银翼杀手》里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 我们把照片放进机器以后可以无限地放大 还能发觉藏在墙后的迷你 头发玩家世界里面的档案馆存有三维虚拟影像 玩家可以任意调取 调整视角 查看角色的记忆 我们人类一直想留住尽可能多的信息 从照片到视频 再到采集三维场景 确实技术一直在进步 那有没有一种方案 能够让我们记录完整的时间和空间 轻松获得像游戏一样自由探索的体验 并且保留真实世界的真实感 那答案是在今天 这是肯定的 你看 你能够注意到 这个方案 我们可以从任意一个视角 任意一个实点 来观察 不管是缩放 再放大 还是缩小 再缩小 这套技术都已经到来了 后期我们在任何一个时点 任何一个角度 你能够重新观察 当时的这个场景和这个现象 这是不是超级苦 那能让这样体验成真的技术 叫做4D高斯 那这一次ROG带着全能升级 搭载AMD锐龙AI处理器的 幻14R和幻X 想让我们来做一次史无前例的测试 我们想和你一起沉浸式地走进云钢石窟 感受一下高斯波剑 这独特的魅力 如果你对三维特效或者游戏引擎稍有了解的话 那你会知道现代计算机的三维世界 都是建立在一个叫做Mesh 也就是网格模型上面的 那这虚拟世界里面的物体 往往会由这样的三角面构成 整面数越多 模型越精细 再附加上贴图还有光照 就构成了我们传统意义的所谓的虚拟世界 但是到了高斯波剑的世界 我们先得理解一下 它这个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构成世界的不再是三角面 而是这样一个个独立大小各异的妥球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我们得先从计算机如何重建世界 来说起来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做摄影测量技术 我们扫描了整座山 也就是传统的重建模型的方式 那它的前期拍摄和高斯波剑是有点像的 都是用相机从不同的角度去拍摄照片 然后计算机根据持续的特征点 还有像素的匹配 来重建出对应的空间结构 那最大的不同在哪呢 就在于重建的算法和结果的呈现方式 摄影测量是通过确定的算法 一次性生成结果 而高斯波剑的程序 可以自己在重建场景之后 输出同机位视角的影像 和元素材比对得到差异 再去微调参数 重新渲染 如此往复多次 就可以让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 变得无限接近 传统的网格模型世界里面的 无数个三角面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很难让程序可微的调整空间结构 而高斯波剑的世界 正是由这样独立的一个个妥球构成的 它是显示的 所以方便我们来进行编辑 也可以让程序算法自己去不断的编辑和调整 得到更好的结果 那这些妥球 就是所谓的高斯妥球 它就像一个橄榄球 可以自由地移动旋转和拉伸 而且它没有明确的边界 边缘总是这种柔和模糊的过渡 而当无数个高斯妥球 汇聚叠加在一起 你看 这个完整的空间就构建出来了 那不仅如此 高斯妥球借助的球鞋函数 能让它从不同的角度 看上去是不同的颜色 那当无数个妥球这样组合起来之后 你看我们转动摄影机 你看这个场景的色彩 还有这种细腻的高光反射 还有折射 是不是都可以被真实地记录下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到 现在它整个高斯的工作逻辑 但是你可以看一看 我们在云钢石窟拍摄了一些窟内空间 用这个高斯坡建这个妥球的方式 去重现这些开凿与北魏年间的精美空间 你能看到这第六窟 呈回字型结构 纵身颇高 四面均有开刊造像 第十二窟音乐窟 记载了丰富的乐舞雕刻 第十三窟 娇脚菩萨端坐窟中 由历史相托端中宿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需要现场查看重建后的效果 再调整机位和参数 这一次换X搭载AIMAX加395 还有8060S极显 拥有最高128GB统一内存 能够轻松加载这上百万点的高斯场景 同时它的平板形态也非常方便 手指清楚就能够拖动视角 查看对应的场景 你会看到在上百万个高斯坡球构建的世界里面 相比之前的技术 我们可以有目的地去重点分配更多的资源 去记录更多的细节 比如你看 这是一个桌子 上面放了一些小东西 对于桌子 我们可以用几个超大的扁扁的高斯坡球去表示 在桌子边缘 桌腿这些细节的部分 再用小的高斯坡球叠加在场景之上 对于水杯和它的光影也有各自的高斯坡球 所以对于整个场景的表达效率就会更高一些 和我们刚才讲的Mesh这种几何面 最大的区别就是 高斯能够更好地留存光的折射还有反射 并且当我们重建真人 或者这种毛茸茸的东西 你会看到这画面看上去 哇 那就是更接近真实摄影机拍出来的画面 对不对 和以前看的完全不一样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糊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建模出来的东西 更不容易触发你的恐怖股效应 那么放慢镜头 让每个高斯坡球它都变小一点 你能看到实际上这些高斯坡球 它不仅仅是在流转运动 它们也在按一定的周期出现还有消失 它们互相之间接力 就构成了这样真实的动态空间 是不是一个很天才的做法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很有趣的技术 我们站在开凿千年的佛像之前 我们能不能够借着四地高斯技术 让壁画雕像上所记录的乐器和舞蹈 再次活动起来 那于是 我们就来做了一次尝试 我们联系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系的团队 它们受云岗石窟中的造像启发 创作了这样一部古典舞作品 佛窟略影 用身体的构型呈现了不同佛像的姿态 拿下了去年的荷花奖 那我们就想有没有机会 能把这样一场表演带回云岗石窟 再来用高斯 四地高斯 呈现给你 那在考察了二石窟的种种因素之后 我们觉得这样一场舞蹈而言 最适合的时间就是日出前的时刻 在幽兰的密度背景下 通过灯光勾勒舞者的轮廓 在宁静的大幅注视下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演出 那日出的蓝调时刻光线变得非常快 所以最适合的拍摄窗口是有十几分钟 我们在其中一天尝试利用传统摄影机去拍摄 想记录下这绝美的一刻 但对于传统摄影技术来说 在限定的时间里面完整记录下整个舞蹈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最后也只能抓取到一些特写的镜头 而这一次我们和视为智能 这大CED实验室的团队合作之后 我们来试一试 用高斯记录下这限定时刻里的舞蹈 在经历了两个零下十多度的夜晚 反复对我们拍摄系统进行调试和验证之后 在各位老师非常厉害的帮助之下 在一天的清晨 我们捕捉到了那一刻的场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拍摄现场我们使用了74台摄影机 全方位的记录下了不同的视角 其中有长焦相机记录演员神态的重点 还有广角用于捕捉整体环境 以气能360度全方位凝聚舞者的动作瞬间 所有相机的摆放位置和朝向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拍摄前多次确认 通过快速训练高斯来确认重建效果 幻十四Air在这么小的机身里面搭载了RTX5080 即使是我们这样一个空旷的室外复杂高斯场景 在拍摄现场不接电的情况之下 也能流畅渲染动态场景 方便我们确认拍摄效果还有物质的姿态 那之后肯定有朋友会问了 你这么多相机那这不就是一个子弹时间吗 这还真的非常不一样 子弹时间你只有一个确定的结果 你只能转一个方向 但是四地高斯 你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可以自由去调整 而且它和子弹时间采集方式不一样 所以不会有这种卡顿或者不连贯 或者闪烁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虽然做了很多前期准备 确保了核心演出万无一失 我们的舞者也非常的可靠和辛苦 在寒冷的清晨临时务的一次性 完成这样场表演 可以说在表演的这几分钟之内 我们超高效率地捕捉到了这样一段时空 那在后期就会有了非常大的自由度 这是过去常规摄影 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点 我们来给你举一点例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任意的视角 精准地规划镜头的运动 实现穿越机和机械臂 都没法完成的运进像这样 并且4D高斯本身记录下了连续的运动信息 所以我们天然可以实现更好效果的慢动作 不需要一台超高速摄影机 但是只要这样进行夸张的慢放之后 这效果仍然很好 那线上拍摄到的魔术腿 其实是会穿帮的对吧 我们会有很多穿帮的东西 2D场景 我们需要很复杂的请人去帮你擦掉它 但在三维场景之下 处理穿帮是什么样的 只要这样框选删除 这个魔术腿它就消失了 这就是三维的魅力 如果对于拍摄当天环境不满意 过去需要很复杂的抠擦 但是4D高斯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单独采集背景替换上去 可以做到几乎没有违和感 甚至也可以轻松地替换其他的场景 实现不一样的效果 又或者其实整个空间 既然我们都已经用数百万的高斯妥球记录下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高斯妥球的渲染样式 创造出一些别具一格的非显示风格 所以不知道你了解到4D高斯这一技术之后 你会不会感到兴奋 这4D高斯就是以尽可能真实的方式 记录下来这段时间和空间 虽然这次我们在4D高斯上拍摄花了很大的功夫 才能实现像这样的效果 但是讲着呢在或许不远的将来 我们可以借助越来越强的NPU性能 凭借AI的力量和算法优化 可能未来你自己用手机拍摄一段视频 就能捕捉到属于你自己的记忆 到了那个时候 你面前的悲欢离合 你的毕业 你的恋爱 讲真的它都会逝去对吧 或好或坏 但是未来 未来 你可以再一次走进这个空间 从另一个视角 看着这个确定的瞬间 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触 那最后非常感谢ROG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此次ROG和云刚石窟的合作 让我们能够通过4D高斯技术 让屏幕前的你也能够胜临其境 走进这样一处名胜古迹 那这一次ROG幻14R搭载了全新AMD锐龙AI处理器 和RTX5080显卡 可以通过AI推理加速标定相机 使用强劲的QDA显卡 训练重建高斯场景 而RTX也同样搭载AMD锐龙AI处理器 和8086S机械 性能媲美桌面级设备 也一并带来平板 这一便携使用形态下的高性能释放 和超低功耗 可以加载超大高斯场景 流畅渲染 美真画面 那我们这一次还做了一点小的彩蛋 我们把本次拍摄的舞蹈和静态空间 放在了网页里面 你可以在自己的设备上拖动屏幕自由观看 如果你有VR头显的话 你甚至可以亲自走进舞蹈演员的深前 去自己欣赏这绝美的舞蹈 所以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影像形态 和以前都不一样 所以我个人还是很激动很激动的 我们还能用这个技术做什么 欢迎你和我们来交流 如果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关注我们 给我们点个小星星 或许我们会有机会带来 更为精彩的高斯时空 我们未来应该会经常用到这个技术 那么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